我比较严肃的问题想要问关于工程 就 工程 他想问我好 所以我开始 学会怎么珍惜 当初 能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这是一档精心为有者打造的节目 你好我是Jack Howe 土在一厢文艺客 每逢佳节被私情 游子兴生 你真的了解吗 所谓游子就是离开家乡 而到他乡生活的人 其实自从疫情慢慢好转以来 我就一直收到朋友的私信 应该来新加坡工作吗 对未来真的好吗 等等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话题 直接搬上节目来 我们一起探讨 那今天Jack邀请了一位我 心目中非常适合这一集主题的嘉宾 我们欢迎 John T 嘿 哈啰 大家 John 你在西安坡多久了 我来新加坡大概有五年多吧 还有习惯吗 不错 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有点不习惯 因为刚开始我来 也没有什么亲戚在这边 也没有什么朋友 五年 你知我五年怎么做呢 就感觉有点 堵来堵往 对 堵来堵往 会寂寞吗 会肯定 左手右手慢动作 对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对 John 因为我做这个节目的这个宗旨啊 因为我收到很多大马的朋友 全部来留言我说 你现在新加坡生活 看起来好像真的过得很不错 比如说我们的食物啊 我们的这个夜生活啊 不管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 都有好有坏吧 很多时候他们都看到就是好的那一方面 好的我们才放story 对 好的我们自己呼 对不对 新加坡赚三倍的钱 在这里做两千 回马来西亚就六千了 但其实他们忽略几样东西 就是说马来西亚工作的时候 是在家里睡 吃家里的 他们来新加坡之后呢 他们要入房子啦 每天吃自己的 有吃几个绝啊 不是啊 吃自己 吃自己饭饭的嘛 我想问你值得吗 其实说真的刚开始 五年前 五年前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 我会觉得 新加坡真的是有点贵 现在如果拿来比较呢 我觉得马来西亚生活费也是高的 我那时候回去喝一个 5块马币 对不对 5块马币 一杯珍重奶茶10多块 所以我 我还是想 在新加坡其实可以存钱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 兑换第三倍真的是很 很强 很power 很power 对 你目前从事什么行业 我目前是一个 一位土木工程师 Civil Engineer 其实我有一个 比较严肃的问题想要问 关于Engineering 就 Engineering 怎么spell 你考虑英文啊 哈哈哈哈 没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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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NGA 你觉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做这一行的话 两个国家有什么不一样的 差别吗 对比起来 我觉得 在这个行业 新加坡的要求会比较高 怎么说呢 马来西亚的要求不高吗 也有啦 可是我觉得他们的 比如说安全 要求比较高 那假设突然间有一个 Junior他跟你说 OK 我其实想来新加坡工作 也是当一个 Seal Bear Engineering 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 我会鼓励他过来 你认为新加坡 比较好发展 是的 我相信马来西亚也是可以发展 可是我本身我觉得 我来到新加坡过后 我建设了很多 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就像他们的建筑的方式 是有点跟马来西亚不同 而且我觉得新加坡 我很欣赏他们就是很discipline 而且他们做的东西 都是跟着那个 的资讯 那个step by step 如果给你一个重来机会 你会选择 再来新加坡工作吗 我会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 因为我不喜欢在我自己舒服的地方 舒 舒适圈 当我一个人来新加坡工作的时候 我经历了这些东西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而且这些经验呢 是金钱买不到的 那engineer是你的梦想吗 你的dune job 完全不是 因为我爸爸从小就贯输我 要成为一个engineer 成为一个engineer才有钱才会成功 所以你父亲也是做engineer的吗 还是他不是 他不是 他的生意是 管理到engineer 相关的 相关 所以你父亲是supply东西给engineer的 对 他要你当engineer这样子替家族就越来越忘对不对 不是不是 他就是因为看别人 他的朋友是engineer 赚很多钱 就以为把我做成他乡的样子 对 那你的梦想工作是什么 其实说真的我的梦想呢 从小到大呢 就是想当一个喜剧演员 因为从小就热爱表演嘛 小时候呢我就感觉自己 就是一个天生的喜剧演员 不管我在班上做什么事情 每个人都笑得非常开心 毕业过后才发觉到 其实当初他们不是笑 因为我让他们开心 而他们是把我当成一个笑话 他们不是被你逗乐的 他们是在取笑的意思 嗯 对 但你这样说 假设从我一个外人的角度 或是你家人的角度来看你现在的话 我觉得你已经做到了 这一路走来虽然是不容易 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你做的还是不错的 我想送你一句话 只要你认真去做 不成功 都不算失败 所以如果再次有什么导演在观看的话呢 这里就有一位能跳 能唱的一个好演员 那你没有遇到过一些 不好的上司来折磨你 其实是有的 因为我刚来新加坡工作的时候 我是新人 所以很多事情都要去学习 可是就因为啊 我就遇到了这个上司 嗯 然后他就对我有点不满 OK他的不满是因为你是新人 还是因为你是因为马劳 所以他对你不满 这个有分别哦 其实有 其实我觉得 跟我是马来西亚人有点关系 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想法 就是马来西亚人在这边工作 会导致新加坡人 考虑晚饭 对 所以我刚开始真的是蛮辛苦的 因为我是新人 然后我的工作非常危险 然后很多时候就是 因为我是钻地洞 很多时候他就把责任推给我 也没有教我怎么做 就叫我自己想办法 然后有事情的时候就 折怪你 折怪我 谁还跟我说 backpack Go backpack 干你 然后我就会很压力 OK 那你会不会把这些不好的事情 这些想法 和你叫人说 不会 为什么 通常说家里是一个我们最好的庇护所 嗯 打通电话可能你的心情会更舒适一点 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我小时候我跟我的父亲的关系没有很好 从小呢 我爸爸就每次拿我跟别的孩子比较 嗯 就会骂我为什么别人可以做你做不到 就让我感觉到自己很没有用 其实你最终的目的是因为你的家人 你跑来新加坡为了证明给他们看 对对对 所以就因为这样我从小就跟我爸爸吵架 甚至打架 然后我就有一股冲动 就是很想要赶快离开我这个家 出外国 我证明给他们看我可以自己闯出一片天地 到目前为止你会不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冲动 为什么你花了这五年在国外 为了证明而证明 你会有后悔的这个意念吗 其实说真的我刚来的时候我有一阵子真的想放弃 我会在我的office一个人就是哭 在半夜因为我就是想家 对想家 家人知道吗 家人知道 你问我有没有后悔我觉得没有 因为男子汉满出来你就一定要做好他 所以你也不常联系他们 不常 那你上一次回去是多久以前 大概有三年了吧 三年了 青春才几年 疫情战三载 茫然回首间 离家已三年 这三年你会不会觉得不值得因为少陪了家人 其实会有 因为那时候我是因为盘利 就自己一个人出来工作 可是在这三年疫情过后 让我一个人思考了很多 让我开始想家 让我也开始明白之前爸爸这么对我 是因为他关心我 对他想问我好 所以我开始 学会怎么珍惜 当初的能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那有什么话其实你想要跟你的家人说吗 通过这个节目 其实我想要跟他们说呢就是 抱歉 因为之前 不懂事 然后不懂事的时候就让他们 不知不觉伤害了他们 然后我们的关系也没有很好 过后经历了很多事情我就 就 我就学会 就是要 懂他们是爱我们的 只是他不会表达我 他们对我的爱 所以 我想要他们说就是感谢他们 之前 所对我做的一切 然后我也是会努力做好自己 然后我会 我会努力 然后可以 报答他们 报答他们对 其实我相信所有的家人都是爱孩子 他们可能只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去爱 对 但我目前看来你的家人做了一个非常对的选择 他们没有把你惯怀 对 他们没有把你宠坏 然后带来 台湾 大 第二 本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